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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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筋筋灯的那个筋筋 跟它一筋筋完 好 你说它的筋筋不够 好我们就讲妈妈用筋筋 完啊 肉筋完啊什么好 始终就够了 够了结果又活了 那这些继续缴 那没有办法让它的筋筋够吗 所以 它也不够 没有动作 啊我们就有啊 我们的肉同龙啊 我们的八级筋啊 这种做的活动力不够那种来好, 刷給它洗乾淨 你還隨便變乾淨 其他的活動就是麻糬 就從養殖多萬 給它比一下一起放進去幾千多萬 麻糬多萬 科學好了 沒錯啦 科學 可能要可以當它這家庭嗎 沒有嘛 就是說 是科學 我承認科學很好 這些事不好 是因為科學 不能抽 抽完了以後 趕緊把這個幅容感 趕緊完蛋了 这盘哈 这种流入入的 通通黏着 啊 这种 不管这种需要 应该要飞着转 这样一样 这盘 盘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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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三天去 那盘在这边 两天陪着 一天开来 待会过几天 就开始骂人 他当然要骂嘛 我就很神死 很神死掉了 因为 他很神死 他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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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应该要骂 他们让他这样孤立不成功的道理 所以 否则的话 必须不然会骂人啊 对不对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一直现在他们也都在哪里 像和平医院他就有冲击 他们那些主任郑正宗洪先生 他现在就是从什么丹兰医院来说 怎么样的透过现在的医院 大陆其实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的中医院里面 他也有这边的电脑断层的设备 他也有这个睡觉器的设备 他也有这个尿毒正室的设备 但是他同时也用这个我们传统的药 就是说我们到广州中医学院 还有副社医院 第一副社医院我们请他那个 熬药的房间 几百万的药患在那里熬药 他这边现代的检查 这边用三种的设备 我到成都中医学院去 他开发一种皮脚尿毒的 叫做胜汤 还没有丧死 还没有丧死 那么根据他的研究报告 大概他的治愈有百分之八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一百个当中 有十八个尿毒的病毒 那么但是 这个其实 这个治傲 应该是不是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八是以上 那么才 真的是说也一样 那么这个百分之十八这个病毒 我其实我手头上也处理过很多的尿毒 他可以在吃药期间不要去治愈 可以治好 现在龙潭有一个比例 我跟他处理大 大概有几次 没有在治愈 就这样 那你这样子 你每个礼拜要洗三次 对不对 有的洗两次洗三次 你要排队 你要挂号 而且洗的那天很难过 越洗 它的油温度就液满 对不对 你没有洗之前 每个月大概 出两代洗五代洗五代洗过 你洗过来 就一个月出八代的 没有一个不是恶劲 好 那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配合的话 那技能 技能 你要有多时间啊 它的药价又不贵 我们现在龙头药粉的话 一天赞 就算几百块的话 一天才三天都换 任何的家里 任何的都负担 那我们这样子来接 把现在的写件报告 来用传统的比较 比较的方法 所谓的现代化 而实际上现在的药 它里面到底有什么本症 每年都在做这个 现在我们有198个国民主方 标准主方啦 因为现在我们人民健保 这药价一定要捧 假的药厂 你的药厂 你同样一个刚刚春午汤 那么如果富质很贵 它富质可能给你用的少 如果白族很贵 它可能白族给你用的很少 那福林很贵 它福林给你用的很少 它别的便宜就给你用不贵 效果会不会一样的 不会一样啊 那我们现在定一个标准剂量 二十家药厂来生产生物汤 全部的这个用量都是一样 这样的规格才会一样啊 那几算药价才能够习惯啊 所以我们现在有198个地方 全部都在做 那么我们要把每一味药 富质里面它有这个沐头鲜的诊断 它里面还有很多怎么诊断 我们都第一个诊断 也要诊断啦 现在研究药的它是一个 它有用力的诊断的诊断下 药化也好 它是一个诊断的诊断 它有一个是专门研究它的药理 这个药进去以后它会有什么作用 产生什么样一个体管 它要研究啊 它大马蛙还是到哪个系统 它也要有一个诊断 所以现在有药理学博士 药化博士 你学了药化 学了药理 你不会临床 还是没有用 等于 有一个学药理的博士 我问他 我说你无珠仪 无珠仪有毒啊 我说你无珠仪你用过没有啊 他没有用过啊 那没用过 等于空谈嘛 对不对 无珠仪在十年前 找到有一百多种的诊断 这是药化的 药化专家的这个诊断 找到一百多种 如果近十几年来又找到一百多种 现在无珠仪几年后 大概有三百多种诊断 越早 我们就越结得老祖宗很厉害啊 在两千年前 他就懂得怎么用 你都怎么说呢 他不知道里面有三百多种啊 但是我就会用 用的就很灵光 头痛 莫名其妙找不到连衣的头痛 我无珠仪一用它就不痛了 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又有一派 就是要专门做病房 要结合医师来做病房 才会懂 这个药理博士我就问他 我说方寒经贵 一共有多少个无珠仪两点 有哪些方用到无珠仪一知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不会用啊 不敢用啊 对 他只是把他的资讯 提供给病房的医师 好好说他哦 用在哪个神经部门 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用在这个什么 消化系统会有什么用 用在橄榄系统会有什么用 所以我是 我是感觉到啊 很多 我不认识一个老先生哦 他很厉害哦 他去 一起到日本 比如回来哦 日本的 菜你都知道哦 没有油包的啦 哦 一千万都吃的那种 我让乌龙面 他回来第一餐哦 吃一个大蹄膀 吃一锅哦 玉豆汤 吃一大锅的面 老先生哦 这个时候已经停了 你看 不好这个 这个被健康了 我们年纪业大哦 东西一定要吃一锅 所以这个还是跟资料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准备方面哦 就分补养药跟资料 其实有时候很难疾然罢分啦哦 比如说刚刚讲的百合 你说它是补养药也可以 那你说它是治疗的药也可以 刚刚讲的如果你的肺咳嗽 它一直咳 还化不掉 那我们用百合 给它化痰 那个 那个就叫做治疗啦 但是你睡不着 我们用百合熬饭 哦 百合熬饭 那一吃它有安定的作用 它也是又有补养作用 又有治疗的效果 啊 我们的鳖甲 啊 你当我们在这个厌室的时候 它不是有那个鳖甲 哦 就是缓子的哦 那个鳖甲 你说它的补养也可以 尤其是疾免期 我们说说 它会出现哦 晚上这个常常会有烘热的感觉 然后莫名其妙的 它就出现脸色曹红 心悸 对不对 它像这种呢 我们给它盾那个鳖甲 一一那 之后它那个汗 会冒完 反正会冒汗冒得很厉害 它只要那个曹红的时候 它就一冒汗 好 那我们就给它弄一个鳖甲 鳖甲就 它就 它就 那种症状全部就改善 心悸 心悸 刚刚我们讲的 猫子仁山前 布袋给它包起来跟爹甲 之后它那个心 因为它能够安定神经 能够安定神经的话 那你的心跳是 心垂在寡的 心发在继续 那你这样去安定以后 它那个 轰轰轰轰 心情 这样 它就会改善 所以有时候很难 划分 到底是补养的作用 还是治疗的作用 它很多是故宫的 刚刚那龙眼干 我们说有的人睡不着 你给它泡茶喝 一喝它就会感干 因为我们乡下 很多小朋友他会夜尿 尿床啊 我们那个老阿嬷 他们就会怎么样的 用龙眼干去炖那个碗 炖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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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有这种 互通的作用 所以促养的 它说最主要是 滋养小米饭 补养 保持 跟促进阴阳性 那么一般有温补 那么一般有温补 刚刚龙眼 龙眼干就是温补了哦 啊 那我们的腹脂啊 干姜啊 蒸姜啊 那么这些都是 柜子啊 若柜啊 当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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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那当归本身就是温补 这个就是温补 他们有七五的 在义足啊 那我们今天的新生点料 我们在餐厅有鸩啊 这一类的 还有我们这个 半煎笋 大家知道是什么 平常鸩 对 那还有现在 甘蔗那个 嫩的 那个鸩哦 那个本来炒哦 很好吃 打汤也很好吃哦 这个都是最用品 甘蔗 甘蔗 嫩嫩的 最后 它不是冲出来 是嫩 嫩 还没有长叶子 嫩嫩的 这个就把它拆下来 那个 红烧很好吃 青草很好吃的 打汤很好吃的 那冰囊心啊 冰囊心啊 冰囊心就是半煎鸩 那个 那个打汤很好吃 哦 所以那个就是 芯 芋花 松瓜 绿豆 这个全部都是芯 哦 那么 滋补的话 刚刚的跌脚就是 滋补 那滋补的话 哦 肺母啊 水搭参啊 这个都是至于 顺乏的 顺乏作品 哦 那么 治疗的话 是直接间接 所以 各 治疗各种提进 其中又有结表 那生姜就是结表啦 哦 清热 清热的话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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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区发 这个 都是至于 麦冬这些都只是 这个 紫壳 啊 肺母啊 解梗啊 啊 这个 这个麦冬啊 这些 平反 性能 性能 我选化衣 啊 穿西 这个穿西 有人也来盾书肉啊 很多小朋友發育 不用替代拼了 他说 妈妈 他会用 有些人 对 许多 而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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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有这种作用 他就有认识人生的辅助作用 但是他又是一个佛学画语 单身穿机 还有核叶他就是画语的 核叶他还可以是谁脑身 莲藕我自己到处介绍这个莲藕 害得莲藕现在已经长到一百多块了 已经长到一百多块了 莲藕你可以炖汤 莲藕你可以榨汁 把莲藕汁你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皮都不要削 你就把它刷干净以后 这个结跟结之间不是有这个 你把它切去开 因为莲藕里面是一口一口的 那你这个水中火一封 干净 把蒸就干净 然后你就一波水 把莲藕丢到开水之间 烫一分钟就好 烫了以后呢你捞起来 切薄薄的 切薄薄的 就丢到果汁里面 然后加冷台水 打 打了以后因为它有 它有沙 过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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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冰糖一点 加冰糖 你去加什么 杏仁酸 杏仁酸 就等于我们有点像勾芡的 那个味道 甜甜的 稠稠的 又有杏仁的芳香的味道 哇 真 这个等一下又 人间美味 人间美味 我一个老太太 去年的延夜八号 在中央日报的大礼堂 大会 听我在延 那天演讲的时候 我就介绍 这个 它是我们血管的公论 它专门把我们血管的 那个沉淀的东西 把它清除掉 把它融起 结果它中风 已经有耳朵听到 耳朵听到 那么它 大概一月八号听了以后 它跟他老先生议议 那么到三页 我要看 三页 它就打电话 它说 我接 这个听到你的介绍 说 吞的这个 喝这个莲藕汁以后 我是现在的耳朵 整个中风经济 现在我的经历 已经肥膚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它是我们血管的功能 我们的血管 就跟我们的抬水管一样 你看你的 新房子 用不到三五年 你厨房的水管 就会变得了 是这样 那我们用到五十年 六十年 那个血管是多少 一定会有准备物 会有阻灾的现象 你感觉到这里麻麻的 那就是表示 情况怎么样 当然 一定有阻灾现象 别奇怪 怎么说腔硬的 这一定是 肥膚还有味 它一方面 它柔软 柔软这个血管 一方面 专门清除血管的 那些职业物 我称它叫做 血管的同分 不过下一回 又长到120 这个很张脑 真的 因为你现在知道 现在社会 社会 对任何的这种所谓的 养生 保健 施疗 都趋之若鹜 所以每次演讲 都是 都是爆满 每次到任何地方 演讲 很多人 像我到文哲国小 200多个妈妈 我到国宇日报的廢职妈妈社 有 我买多个妈妈 哇不得了 嚇死人 他们就 现在以后就很受用啊 你们回去就可以做 那你棉口可以凉拌 这个处理的方式 跟前面一样 但是 你后段 你切成薄片 一定要加一点薯 加一点僵尸 然后放一点点冰糖 加醋以后 放一点脆 所有的淀粉 加上醋以后 因为刚刚这样 酸的东西有什么作用啊 有抽链的作用 有抽链的作用以后 你马铃薯 你切好以后 你切好 切好垫 或者切好湿 或者刷枪 你一 倒一盆水 你这个马铃薯丢在那边 然后倒一点白 进去 等一下你在锅子里 把这个煮在里面 因为它 触一下它就明显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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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你